最近如果说战剧播放榜首的电视剧 我想就是开年大戏人世间了吧 这部电视剧可以说凝聚了半个娱乐圈的演技派 可想而知这部戏的精彩程度有多好 而在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女演员 她用她精湛的演技再一次让人眼前一亮 她就是樱桃 说起樱桃她的故事 真的她的故事真的太多太多 79年出生的樱桃 自小就是家中的骄傲 从小深受父母影响 樱桃对艺术就有浓厚的兴趣 再加上父母的特意栽培 樱桃因此和艺术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996年樱桃机缘巧合下 报考了重庆艺术学院 自此樱桃对表演结缘 为她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更好的学习表演 樱桃毕业后 又参加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考试 并且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如愿以偿地能够继续学习表演 值得一说的是 樱桃考入军艺的时候 现在的搞笑之王沈腾 也成功地靠入了军艺 而且和樱桃成为了同班同学 初入军艺 在那些少男少女的心中 都像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对什么都非常的好奇 尤其是同班还有如此漂亮的女生 更是让那些校草们为之疯狂 好在军艺馆里还是很严格的 发现谈恋爱的直接开除 为此 那些校草们只能干着急 却没有办法 不过如此规定也有好的一面 不能谈恋爱 那么多出来的精力 就只能放在学习上 所以樱桃和沈腾等军艺的学生 后来基本上演技都是在线的 这也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从军艺毕业樱桃的人生事业开始起飞 先是进入空军文工团当演员 但是樱桃不知道的是 她人生中的贵人正在向她走来 2002年导演高熙熙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拍大型军旅题材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 基本上所有演员已经到位 但是就差一个女主角 高熙熙希望找到一个 既有军人姿态又有演技的女演员 但是符合要求的却真的是少之又少 机缘巧合 高熙熙看了樱桃的毕业作品 《我在天堂等你》 高熙熙一下子就兴奋起来 这个女演员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女主角吗 时不我待 高熙熙马上联系樱桃 询问她是否愿意参演自己的作品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要学会把握 樱桃就是这样 面对高熙熙的邀请 樱桃丝毫没有拒绝 果断地答应 因为才有了后来和张峰义 李雪剑合作的经典角色东方文音 通过这部电视剧收获了飞天奖最佳影片奖 而这部剧不仅成就了高熙熙 更是让樱桃和高熙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之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事业开始发展 爱情也相继来到 樱桃扮演的东方文音 开始俘获大批粉丝的时候 一个归国的富二代也注意到了樱桃 她就是沈俊成 重庆原移动公司总经理沈长富之子 沈俊成注意到樱桃之后 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在沈俊成的甜蜜公事之下 樱桃败下阵来 和沈俊成开始了恋爱 当然 这段感情一直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包括后来樱桃和沈俊成结婚 都是如此 如果不是沈俊成东窗事发 我想这段感情和这段婚姻 樱桃根本不会提及 因为樱桃曾经说过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 樱桃和沈俊成结婚后 男方希望樱桃回归家庭 相夫教子 但是樱桃的事业刚刚开始发展 正是上升期 所有樱桃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 所有樱桃拒绝了沈俊成的要求 为此二人经常闹矛盾 感情也就出现问题 最后只能以离婚收场 尽管爱情不顺 但是樱桃在事业上 因为有高兮兮的帮助 发展得很好 搭错车 幸福像花一样等樱桃 和高兮兮的几次合作都收获满满 尤其是在幸福像花一样 中樱桃差点和逗逼邓超好上 但是当时的孙丽 已经先一步抢占了优势 而邓超也接受了孙丽 所有樱桃只能遗憾的退场 但是不能在戏外和邓超结缘 那就在戏里玩 邓超和樱桃先后合作多部电视剧 而且都是精彩的感情戏著称于世 更有幕后人员爆料 二人在拍摄昨夜星辰中 因为太过投入 连导演喊停都没有阻止二人的表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戏外不能在一起 在戏里找感觉 不过那时候的樱桃 好在有邓超在戏里填充自己感情上的空白期 不然没有激情的日子真的很难熬 2007年 樱桃参加陈嘉玲导演的女人一辈子 在剧中饰演陶小桃 而樱桃的表演 让白玉兰奖向她投来了橄榄枝 樱桃凭借陶小桃这个角色 提名了当你的白玉兰最佳女主 虽然最后和大奖师之交臂 但是却让另一个导演注意到了樱桃 她就是尤小刚 2009年 尤小刚邀请香港演员黄秋生 合作樱桃出演古装电视剧杨贵妃密史 这个角色让樱桃收获了最美杨贵妃的称号 尽管之后有很多人演过杨贵妃 但是都没有樱桃版的杨贵妃让人喜欢 可以说樱桃已经将杨贵妃的婀娜多姿和风情万种演绎的完美无瑕了 樱桃忙碌事业的同时 另一段感情也悄然走来 在拍摄杨贵妃密史的时候 樱桃被北京的一位大哥级的人物注意到了 邀请樱桃共进晚餐 每天都车接车送 风度翩翩又懂浪漫 很快樱桃就沉沦了 而这大哥就是李小冉的前男友孙东海 说起孙东海那真是很不简单 曾经有爆料称李小冉为了逃脱孙东海的纠缠 只要能够离开北京外出拍戏 零片酬都行 最后李小冉刚刚和烟波好上 烟波就被人打成重伤 住进医院而打人的人经过调查 就是孙东海的朋友 为了就是给孙东海出口气 不得不说 大哥就是大哥 很多事情不用自己去做 只要一个眼神就有人帮忙完成他想做的事情 樱桃和孙东海走到一起不久 就被媒体拍到并曝光出来 但是二人还是成双成对的出入 丝毫不受影响 通过和孙东海的恋爱 让樱桃的资源进一步的扩大 开始打进京圈 就在樱桃想要进一步在京圈发展的时候 一件事情彻底地让樱桃栽了跟头 2010年 樱桃身陷包养丑闻 据爆料人称 樱桃多年前就被某人包养 而包养他的人还是某位局长 事情一出一时间 让樱桃的名声一落千丈 尽管樱桃极力否认 但是爆料人言之凿凿的确认 自己所说都是真相 并对自己所说负责 一时间樱桃就和小三包养画上了等号 尽管最后事情水落石出 证明这件事是假 而爆料人提供的相片也是后期合成的 但是樱桃的损失可谓真的不小 没能进入京圈不说 还和大哥孙东海分开了 樱桃作为女神可以没有作品 但是不能没有感情 和孙东海分开后 本以为樱桃会继续在事业上努力 但是出乎意料樱桃在下一部戏中就传出了绯闻 樱桃和李光杰因为合作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识 而二人将戏中的感情玩到了戏外 没过多久 李光杰的正牌女友 邓超的前女友 郝磊就被拍到在大街上痛哭 原因就是郝磊和李光杰的感情终结了 与此同时 有媒体拍到李光杰和樱桃同入酒店 二人一同出入 因此二人的传闻越来越多 但是作为当事人 不管是樱桃还是李光杰都没有对此做过回应 直到后来 李光杰娶了小自己很多的隋语萌 这段传闻才平息 不过 李光杰是找到了真爱 但是 樱桃还是单身一人 就在樱桃的感情空白期之时 一个运动员走进了樱桃的心中 那就是足球运动员李金宇 其实很早就有文体不分家指说 而李金宇更是让这个说法得以实现 因为之前李金宇的女友就是娱乐圈的艺人孙宁 和孙宁分开 李金宇又和樱桃好上了 不得不说 搞体育的真的喜欢搞文艺的 李金宇和樱桃的感情据说非常好 二人不仅见过家长 还一度都已经将结婚提升日程了 但是没有缘分 说什么也没用 最后 李金宇和樱桃还是已分手结束了这段感情 一个很怪的现象一直发生在樱桃的身上 尽管感情非常坎坷 但是樱桃在事业上却越走越顺 和李金宇分手之后 樱桃的事业迎来了井喷市发展樱桃出演的每一部电视剧 都收获满满像鸡毛飞上天 温州一家人人民检察官 正青春那些女人 白云飘飘的年代 等等哪一部都是那么经典 事业上的成功无可厚非 但是感情上樱桃却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 2020年樱桃和大江大河中饰演寻建祥的赵达 谈起了恋爱 而那时候女神樱桃已经40岁了 尽管樱桃在娱乐圈将白玉兰 金像 飞天等等大奖拿了一个遍 但是 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段稳定的感情 如今樱桃凭借人世间又一次出圈 真心希望她能够好好地经营一段感情 如果可以再有一个孩子那么盟主认为 樱桃才算真的完美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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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